我有个问题 明天我们就不用挣公分了 对吗 还得挣点吧 那我觉得如果还要挣公分的话 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 就是大家明确一下分工 不要再抢活干了 不是 你先等一下 我觉得有人抢活 今天抢活的举手 必须有抢活的 你没有 你不能自己编出一个矛盾 雪芹 现在谁抢活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 我们应该有一个晚会 我其实今天都还挺开心的 一直说到表演节目 我真的很不开心 就是在刚刚的这个流程当中 其实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被抢的那种感受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感受 我觉得我必须说出来 我想说的是就是 希望大家在这里都是 能够真心的做自己的 想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理解丹姐 是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人 她很希望每个人都快乐 但是我这个人 我更喜欢上一季 是因为上一季的人 更擅长表达自己 比如说这一季 我就感觉刚才老师 你肯定是不想跳舞的 你想跳舞吗 不想 对 对 但在上一季 我一定会帮你站出来说 他不想跳舞 但是我这一季我就很怂 就是说 我想把这个权力交给到你 所以我很喜欢 我看传军老师刚才的讲话 对 对 没有 那个 那个 这个谁啊 传军 你误解了 没有人逼着谁去演节目 就是大家其实没有人就是玩 你知道吗 每一个人都是 不想演完全可以不演 然后你觉得好玩你就参与 你觉得不好玩就不参与 明天我们选一个简单的曲子 我们可以选汪醋龙的歌 不要那个什么 行 不要版权 行 对吧 嗯 你哪首歌适合跳 广场舞 小猩猩DJ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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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拼 拼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完美 实际上 然后慢慢 大家 哦 什么 什么 哇 月琴真生我气 哎呀 没用 每个人处事的方式不一样 还是 所以有这些都太正常了 我一方面在跟丹安姐聊 一方面我的手机 还在跟雪芹聊 大家都是比较real的人 都比较真实 那我觉得其实做自己的过程中 产生这些矛盾非常正常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必定是会有摩擦的 对 妈 你最该庆幸的就是吧 这些谁也没装假 都是真诚的表达的 你看 我们多误有一点 我再也不说你懒了 我再也不说你懒了 我改了 我的眼神可以平平这些 好 大脸的烦 我都举鞋了 哪儿呢 我不知道雪芹的心还那么细那么敏感 我比较大挑 那我们两个不一样的人 在对待环境 对待所有的事情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两个不是一个锅里的馒头 不是一类人 但都是好人 都是很直接的 简单的人 感谢观看